我們又往右邊了 QQ 我們繼續笑 笑完一瓶又躺躺 我們往右邊 右邊看張 旁邊看張 左邊 話說現在沒有公仁姐姐的關係 所以有時照顧她的大小事務 例如煮食 我照顧她的時候就我煮 我買了一塊雞肉回去 你叫做什麼 就切了手指 其實我想如果一個星期前 切了都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公就學了磨刀 他真的剛巧學磨刀 家裡的刀是特別利的 然後一切就切到自己的手指 因為 你答案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剛巧切了 之後我就 因為我切生肉 然後都流血不止 流血不止嗎 對 因為都流很多血 然後我馬上去了診所 要洗傷口 和癌了兩針 兩針 嗯 其實你說我要想做什麼 對 拿一些指甲 幸好是指甲擋住 對 我也切了一點指甲 也要斷開一點 對 會小心 對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不流神 平時都沒事 對 我也有煮食 也有拿開刀 但真的 真巧 你乖不乖 對 你乖不乖 他第一次出門 他第一次出門 這麼大病 他真的算是這樣 因為我一開始都怕他扭計 或者 怎麼說 不合作 但他很好 我早就帶他來one up 其實我跟他說了幾天 我說你接下來跟媽媽做事 是要跟別人說hello 他就OK 對 要有些時間跟他溝通 對 喜歡小朋友 又不一定要生的 順其自然 是否真的有預期之內 你們看了沒有 沒有看 是否有預期之內 不是有預期之內 因為最初拍的時候 都是帶著平常心 就是很放鬆 因為那邊的 我覺得跟這次的導演 高炳權導演的溝通很好 就是大家都是帶著一種 很開心很放鬆的心情 所以我也沒有預料到會有這樣的回響 但就很感謝觀眾的支持 你現在變成香港影帝級男神 真的不敢當啊 不敢當啊 是呀 是呀 都很容易會被迫在一個地方 都很容易會被迫在一個地方 我覺得演員本身的性質 就是應該不受地域的限制 是的 那女朋友會不會多點去台灣呢 其實她也是會周圍去拍戲 是的 我很多時候的國語都是要問她的 他簡直是沒有口音的 是的 他是我第一個國語老師 那我還有一個國語老師 就是認識了很多年一個台灣朋友 那變成在台灣拍戲呢 我都一定是找她幫我練我的國語 是的 你覺得你還有一些音不準啊 還是怎樣 嗯 你有些音不準啊還是怎樣 不是呀 有時候呢 就算你講得對個字呢 你的語氣 或者他們的重音 他們的美音呢 是跟我們廣東話不同的 那很多時候 就是自己那個本身 廣東話的語言習慣呢 是會放進去國語裡 那聽下去呢 人家就會說是有講康在裡面 你有些少許的呢 我還是會有的 但是接下來希望可以透過的努力 去解決這件事